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了 18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病例85310例 那么新增41例本土病例死亡个案 那么花莲县是新增了1611名的确诊 花莲疫情更是来到新高 花莲18日新增1611例确诊个案 而全国疫情则来到85310例 突破8万例 花莲县府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九株家门都是热区 呼吁民众做好自身防疫 勤洗手 戴口罩 另外18日起 5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BNT疫苗 校园接种医院书在各校发放 24日收回调查接种医院 还请花莲家长留意 我们5岁到17岁 我们儿童跟青少年族 去在BNT疫苗的一个 校园接种的一个实陈规划 那从今天5月18号开始 我们各学校呢 就会提供给我们家长 有关疫苗接种的一个 医院调查书 还有接种的须知 提供给我们家长参考 去做审慎的一个评估 那接下来18号到24号 我们会给予家长7天的一个充分的一个思考时间 那请家长应用这时间呢 审慎的评估是否让孩子呢施打BNT的疫苗接种 那到5月24号 我们会有学校回收整个调查表力进行统计 接下来5月26号到6月2号 非常感谢卫生局会应用这段时间 就安排疫苗到校接种 会实际的进入学校做集中的一个接种施打 那在这边呢 要提醒我们的家长 如果我们的孩子呢 在接种疫苗之后 如果有出现不良的反应 那孩子呢 是可以帮他申请疫苗假 那这疫苗假呢是以三天为原则 但是也会是孩子的一个状况 做一个必要性的延长 那这边也提醒这三天的疫苗假呢 是不会列入初学习的一个记录 那这是BNT疫苗的接种的一个实陈规划 那提供给我们乡亲家长做一个参考 5月16号开始 已经可以开始打第四季了 那所以你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肠道机构的助理 或是你是18岁以上 那经医师评估 本身是有免疫不全 或免疫低效的人 你可以来打第四季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的追尽佳季 那施打的定点就是我们的医疗院所 我们的合约医疗院所 那这些合约医疗院所 我们叫党要去预约 党要去预约 那就可以安排时间去打疫苗 那目前呢就是打莫德纳的断计 或是高端 或是BNT 好 BNT好 BNT好 好 好 好